就是說z它是x跟y的一個函數 然後x它是r口在西塔 y是r在西塔 所以它是一個極坐標的轉換 那A小題要你找出z對r所做的偏導函數還有z對西塔 那這個就直接帶公式帶進去就好了 因為它f也沒有跟你講它的長相是什麼 所以這就直接做就可以了 那是partial x分之partial z乘上x對r所以是cosθ 加上partial y分之partial z乘上3θ 那對θ而言 是partial x分之partial z乘上 x對θ所做的偏尾是-rcosθ 加上y對θ所做的偏尾是rcosθ 所以這個應該是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b小題它要證明 x對θ所做的偏尾是-rcosθ 加上y對θ所做的偏尾是-rcosθ 它會等於partial x分之partial z的平方 加上partial y分之partial z的平方 那這個做法就直接對a小題所做的這兩個式子 直接帶到左手邊 去做整理就可以了 所以 它其實 就單純的是一個計算體 可以把它顯成是一個計算體 用a小題帶進來 X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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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